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知道封面 我其实没怎么听过他们 他们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是 在他们的专辑的封面 这一个环节会选择一些当代的艺术家的作品 像之前他也有选过Prince的一幅油画作品 是护士 不知道你们见过 Richard Prince 我以为美国的灵骚黑人也已经 Prince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要收到的这张专辑的封面 选择是李希特的挺有名的一幅作品 就是这幅蜡烛 我们今天说回来 说到选择这张专辑的歌 就是因为这封面 因为这封面是著名的艺术家李希特的作品 那么今天我们聊部电影吧 这部电影名字叫《无主之作》 因为是前一阵有那么一两部跟艺术相关的电影出现了 然后我不是现在玩豆瓣你不玩了吗 然后就看有可能有灵 我在慢慢恢复中 那你加油 我一看到有灵看了 标记了 标记了我就发现有这么个片了 就脑子里有印象了 但也没想着去看 为啥呢 后来我说实话 那海报不吸引我 这名字也不是特别吸引我 我觉得在卖关子 那你怎么当然就推荐给我的呢 后来我是看了一点了 我是看了一点了 我发现他妈讲李希特的 我说这个得推荐给你 所以你刚开始知道 是不知道他讲李希特的 我不知道 所以那是看海报是有点不太想看 我看那海报 你也不是特别想看吧 对 名字又卖关子 卖观念 我讨厌那种名字卖观念的东西 所以就没太想看 后来发现是蒋里希特 我就跟你讲了 那会我看了一点点 是这样 那我就先从电影看 我就简单说要闻一下 我看是能看下去 但我觉得这电影 对我来说不算一个特别好的电影 吸引我的点 一开始吸引我 这两个年轻的男女演员 是我喜欢的 汉姆希林 我是蛮早看过他的一部 叫O Boy O男孩 是个不太典型的德国电影 黑白片 蛮注重情绪的 这是部2012年的电影 小伙子在里面看见就 就蛮动人的 一个欧洲青年 但他又不是特别 那片子是讲氛围 比较讲究氛围 比较日常的那种 是别的导演的是吧 是别的导演 是另一个年轻导演的 好像是处女作 然后他还演过 我看看是不是 对 他还演过一个剧集 我们的父辈 也是德国剧集 是反映二战时期的 一帮年轻人 他们由于身份不同 他们本来玩在一起的 但由于可能有的是犹太人 有的不是犹太人 就是身份不同 然后经过二战 他们的命运的不同 就是很 这个片子也是很不错 这个在豆瓣上 9.6的高分 他也有参演 这片这个剧集是很不错的 然后这片子 更吸引我的 当然是女一号 就是这个宝拉贝尔 是演他那个 太太的是吧 对对对 演他太太的 对的 这个其实在里面 他我觉得不算特别出彩 所以我会推荐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女演员 我会推荐他演的 之前演的法国导演 欧容的弗兰兹 也是战争时期的 一个故事 黑白片 拍的很细腻 那个是蛮欧洲电影的 一个味道 然后我更推荐的是 一个德国导演 拍的片子 这德国的 克里斯蒂安 佩托尔德 这名字 德国人名字都长 他之前 这个导演我还蛮喜欢的 他之前有一部是 这个女演员演的 一个片子叫过境 就是还蛮有趣的 他也是把一个战争期间的 故事放在现代来 来表现的 大家去看好了 我不多说了 就是很有趣 不剧透了 讲的我已经有兴趣了 然后他 这导演很有趣 他的几部片子 我都喜欢 都值得看 我觉得是好看的欧洲电影 像过境 像不死鸟 还有一部叫巴巴拉 他也非常好看 但都是跟当时的 就跟战争有些关系 战争的前后 人的那个状态有关系 表现出人的一些 一些情绪 一些情境和情绪的东西 但又不说的很直白 我觉得很有韵味的电影 很值得看 是德国电影 我想说 为什么回到这个 无主之作 我觉得它不是一部 特别好的 我甚至不觉得 它是德国电影的 首先它是德国导演导的 但它对我来说 不是德国电影 甚至都不是欧洲电影 再说南天 我都觉得 它的这个语法不太电影 它的整个镜头 语法 就是电影语言 特别的好莱坞 配乐呢 也是挺好莱坞那一套的 那个配乐的感觉 特别像什么 比如说詹姆斯霍纳 就是泰坦尼克的那个配乐 詹姆斯霍纳之类的 它的那种手法 就渲染情绪的手法 但是呢这个配乐哥哥的 这位配乐师的能力 我觉得又不太足 它的情绪比较单 要不就紧张 要不就是恐惧 要不就是大抒情 细腻的东西相对少 在语言方面也是 太工整了 太工整 就是 实在是没有特别多好说的 我觉得你细品的话 打灯也比较单一 就冷光难光 来调出一些情绪 就从电影上觉得 真的有点简单了 但是故事蛮长的 三个小时呢 豆瓣的评价里 有的 有评价说 其实像电视剧 像美剧 我觉得我也同意 是吗 有人这么说 说这个话的人 是个长跑国际电影节的人 这是一点 就是他电影员就对我来说不够德国 所以我不太满意 就不太欧洲电影 这点我不太满意 然后就是他人物塑造 对我来说 除了那个坏坏的 那个医生来说 其他人对我来说 就是我看的真的 也不太觉得德国 就是说我也觉得 这个德国医生角色 还行 对吧 对 里面的 那种交流的方式 尤其到了西德以后 他遇到他那个同学 丁丁子 那个也是 其实有人物原型的 好像叫优克尔 是个德国的艺术家 还有遇到了大家 可能更知名的德国艺术家 那个波伊斯 他们的性格 都像一个美国人 就特别的外向 那个优克尔 以优克尔为原型的 像一个同学 唠唠叨叨 没完没了 时不时的 就不停的要表现出 自己的幽默感 特别像一个美国人 波伊斯那个形象 也是他太像一个 普通的青春剧里的 校园教师的那个感觉 是美国的那种 青春剧里的教师的感觉 尊尊教诲 寻寻寻寻寻寻 真怕人家听不懂 他的故事似的 就太简单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这点就 而且你可以说说 你印象里 你可能看过一些资料 或怎样你印象里的那个 波伊斯 是不是这么一个 这么直给的 这么一个人 从我看过的一些文章里 我觉得他 他不太是这种 这种感觉的人物啊 就像你说的 我觉得他有点 过于简单了 我觉得波伊斯 他还是一个 从 从这个 一些文字里看 他还是一个 首先他是一个非常有 非常情绪的 情绪化的一个人 然后他 而且他是 相对于表达来说 他还是更多的 更多的是 喜欢思考的一个 这么一个人物 所以 不是说像电影里面 表现出来的时候 就是这么直白的 就像一个 像一个老教师的那种感觉 所以 那天 就今天我们在说这事 你问我假不假 我觉得是 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有点假 对吧 剩下就是 整个故事想讲的东西 我其实看完了 有点摸不到头脑 就是五主之作 他卖的这个关子 最后落在哪里了 我没找到 你觉得你找到 这个五主之作 这个概念了吗 没有 我就是 前面聊 是说 我就最后看到他 说他那个作品 我觉得稍微点了一下题 整个中间的 整个电影的 这么长时间 叙述了这么 这么多内容 不太能看出来 他这个主题的 这个所谓的五主 是不是他是想说 整个战后的德国 大家都是一种 没有就失去一个自我的那种感觉 但整个影片看下来的这种感觉并不强烈 阻止不太清楚 对 所以就像你说的 这个标题起的挺大的 对 最后反应传 没有 没有 没有太出来这个东西 反正我是 整体看完 是觉得就是 因为我看的 看电影不是看那么多吗 但是我总体看下来 是觉得这个片子 就是比较平吧 比较平 就平铺 就是我看也看一些 网上评论说 什么整个什么 宏大的叙事 然后 对 什么感人泪下 什么的 我就没太感觉到 是蛮有野心的 就是他这个 从他小时候 从人物原型是李希特吗 从这个人物原型的小时候就开始讲 小时候是纳粹时期 然后进入二战时期 二战结束 然后苏联 进入东柏林时期 也是根据原型的人物背景来设置的 那个地方德雷斯顿 对吧 德雷斯顿 是东 其实在东德 对 在东德 然后再转转转 转到人物 再转到西德 在体现另一个制度下的环境 然后再到了艺术家成名 差不多就结束了 对 但我觉得什么都没看得特别清楚 尤其李希特这个人 对我来说不清楚 其实一个艺术家生活 应该是不容易的 但我没有看到太多他的不容易 对 他泡妞也泡得挺顺的 对 吃饭住房子也没什么问题 对对 遇到的其他创作上的问题也不太大 我觉得 再反映出来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大 没有特别多的痛苦纠结 但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顺利 首先好像李希特应该就 他不是一个马上就成功的年轻辱家吗 他肯定生活上会有些问题的 会遇到各种真实的困难 在里面感觉他既不吃饭也不喝水 啥困难都没有了一个人 成仙了 成仙了 真是快了 我觉得是 就是包括一开始的那一段 其实应该是描绘的 就整个故事里面 他应该是最痛苦的那个时间段 就是纳粹到那个二战 因为他失去亲人啊 各种各样的事情啊 但是感官上就没有特别的那个 对 特别痛苦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到最后你让你说的整个片子看完就觉得 哎呀这个李希特成名好容易啊 然后这个当代艺术创作好轻松啊 好轻松 大家就扎在一起想点子 做小手工似的 对 这可能就描绘的不是特别特别的 对 他带入了太多东西 可能被对纳粹的批判 对 对 意识形态统治 是是是 就是这东西很多 但好像每一个都没有说的很清楚 对 就我觉得他就整个片子包含了很多 像你说的这个对于德国纳粹 二战包括战后的这个动荡也好 包括 呃 苏联的这个政权 嗯 呃 这种呃 东德的这种 东德的这种意识形态 嗯 等等等等 这些还 中间还柔柔和了这种 所谓的感情戏啊 在里头 就是想想捏的东西太多 嗯 捏完以后感觉好像每一样都 呃 浅尝 济脂了 嗯 就这种感觉 对 嗯 有点 有点薄 嗯 然后说到这个 故事原型李希特 嗯 本来 也想过说这个故事 因为毕竟不是纪录片 嗯 不太会 特别真实反映着李希特的生活 但是还是抱着一丝好奇 想看一下 看看反应 呃 看看他到底怎么说 这个故事的 呃 看完就觉得 嗯 就有点别扭 嗯 别扭 嗯 对 所以 那个李希特本人不是也是各种的吐槽吗 对 本人就很不喜欢 很不喜欢这部片 各种否认他跟这电影的关系 对 跟他没关系 嗯 但其实 其实整个片子的很多的时间点和他的这个事件 的确是呃 参照了这个李希特的生平 那是肯定的 嗯 而且还就是还很细 嗯 有很多细节他都用到了 嗯 但是就像你说的 就是导演有时就有些地方有点太聪明了 聪明过头了 嗯 他有些地方改的吧 嗯 改的 嗯 就讨巧 讨巧 就各种想把任何问题都用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你 对对对就去摆一堆现象给你 对 但这样一讨巧的时候就越讨巧就弄巧成沉着 嗯 就觉得有点 嗯 所以这篇竟然在豆瓣上8.6 现在好像是 对啊 然后我翻了翻短评 我觉得可能蛮多的观众是 没有那么明白他看到了什么 但是被所谓艺术和观念啊 真实啊 自我 这些概念给打动了 我一开始就看前面那一段 我也是OK的 我觉得很好 嗯 就是那段用他的姨妈还是他的那个 嗯 那个那个角色的 嗯 在这个纳粹统治时期的那个遭遇 嗯 来体现 对纳粹的那种怎么说的批判吧 嗯 这个我觉得OK 然后带出了一点所谓真实这个观念 我觉得有点生硬 但也说得过去 嗯 嗯 但怎么到了后面就这个 这东西也撂下了 就开始就变成什么表现自我 我也不知道 嗯 对 嗯 我是谁 嗯 我去哪 哈哈 确实问题 呃 其实 怎么是怎么说 这电影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这评价 我觉得就这样 嗯 嗯 因为后来在网上看 基本上导演和李希特也撕逼了 啊 是吧 基本属于撕逼了嘛 李希特就说你这片子我已经早都跟你说了 我不答应你拍 你不要跟我的名字有任何关系 然后导演呢又狡辩成狡辩 但这事已经很难说得清楚了 因为已经发生了 嗯 导演又说我其实跟跟李希特已经 我剧本也跟他朗读了 他就提出了两个修改意见 我尊重他都改了 然后就拍出来的就是这个结果 嗯 但我只能说我不是那么相信导演说的了 嗯 因为我觉得李希特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的话 他不应该能接受把博伊斯表现成那样吧 或者他的同辈艺术家表现成那样吧 但可能剧本比较简单 没有那么清晰的把整个电影的风貌展现出来 那谁知道呢 但如果李希特已经说了自己在第二次见到导演的时候 就明确说了不要用我的生平 不要直接用我的故事来来拍这个电影 嗯 我只能说我倾向于相信他 嗯 这场私逼里啊 嗯 嗯 嗯 而且包括他家人的一些 呃 这个 生平的事件吧 其实都是有改的蛮严重的 哦 这我其实不知道 因为我不了解李希特 你应该是李希特粉吧 嗯 算也不算粉吧 但是还就作品本身就对他人的这个生平其实也没有太了解 但是对于作品还是比较喜欢 啊 行 一会儿可以说说 嗯 但是就是说就比方说有一段不是他父亲是这个自杀那段吗 啊 包括他小这个姨妈什么这这些啊 就其实都都跟事实有些误差 哦 是吧 都误差蛮大的 都误差蛮大的 那李希特高兴才鬼了 对啊 高兴才鬼了 那你记得真实的是这两个人的情况大概是怎样 然后他父亲其实是参军的 他父亲是参军的 对是参军之后才回来 所以这个故事前面那段发生的时候 他父亲应该是不在家的 但是这个大的这个呃 概念是差不多 他父亲其实是也是不情愿去才这个从军的 嗯 因为这个纳粹招人嘛 真兵嘛 对吧 然后去了 但是回来的确就是说因为他参加过这个纳粹 对所以就是呃 回来以后工作啊什么就是的确是受到很多限制嘛 你说主主旨啊或者这些东西都都没错 嗯 比如说批判纳粹德国啊 嗯 这个批判这个高压统治啊教条啊 或者说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高压 然后控制呃 艺术家创作啊之类的 这都能理解都对是吧 这太简单了 我跟刚才看了一个 呃 看了一个这个欧洲的影评网站吧 嗯 就电影网站影评网站 我其实不太看 平常不太看海外的这个评价的 我就为了这片子这么高评价 我就稍微看一眼嘛 找到了这么个网站 一个意大利评人写的 他是这个片子 简单 说明 说明是形容词啊 他说的说明的 简单的 说明的 以及说教的 这部影片是 嗯 他觉得面向的观众群可能比较年轻 嗯 可能是给年轻人看还比较容易能看回去那段事 对而且他可能相对来说价值观什么都是对的 嗯 都是对的 嗯 但我觉得对感对艺术感兴趣的人来看的话 会不会有些误解对当代艺术啊 嗯 别的我觉得问题不大 然后 反正就对你来说就这部片太过于简单了 从反思历史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有更多好的电影可以看 对这个其实我本来想问你的 就类似这种反思这个德国这种二战也好啊 就反是历史史的这种题材的电影 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个我比较喜欢的德国导演 他拍的都跟这个有关 那个巴布拉啊 或者布斯鸟啊 呃过境啊 就这些作品这些都有关系 或者喜欢看剧的看我我们的父辈 那个9.6分 这个我觉得是OK的 嗯 就那个剧是吧 那个剧 德剧 德剧 不是美剧 不是英剧 是德剧 德州电剧杀人狂 哎 接上了 对 这些都有 嗯 对 话说他那个这部戏当时好像是想参加柏林电影节 后来组委会不要他这电影 不要他是吧 就说他这个反思历史的这个方式 不是一个德国人能接受的方式 那我觉得评价的很好呀 嗯 我看着看着 我就觉得这片子是个是个好莱坞语法的片子 去冲冲奥是OK的 去奥斯卡是OK的 嗯 哎 你说他是不是是有这个目的啊 因为他不是拿过的吗 我觉得多少有一点 嗯 所以我觉得有点有点太太聪明 对 电影电影就这样 就是啊 女主有很多裸体 别的电影里是看不到的 恭喜大家 还真是镜头蛮多的 嗯 嗯 所以就是青春感特别重 哎 是的 的确是 也正好 那个 这个描写这个男主的这个时间段 也是他正好青春期 嗯 对的 嗯 从小到 从小孩子一直到这个上大学 对 正好是个成长期 嗯 所以要推荐的话 还是年轻观众可以看的 但不要被里面的艺术的那些那些东西所迷惑 我觉得没 他艺术简单也简单 复杂呢 也复杂 但简单不是他那个简单 那稍微讲讲李希特啊 下面 插点李希特 我这么说好了 我李希特大概是 可能是0607年附近去到的 嗯 我当时在一个民营美术馆工作 嗯 民营美术馆呢 呃 同事我 我一个前文学文字编辑的身份去了一个民营美术馆做平面设计 什么鬼啊 哈哈 以一个学徒的心态去的 然后那个当时可能是策展部还是哪个部的同事 嗯 我们当时还用MSN呢 嗯 嗯 必须啊 咱都用过 对 老年人都用过 老年人 你妹了 我还挺怀念MSN的 他那个 我这同事的头像 嗯 同事的头像就是李希特的那个背过去的 叫Betty好像 Betty 那个画面 他的女儿 哦 是他女儿啊 哦 那个 那个花睡衣 对对对对 那个背影画的照片 我当时看头像 我觉得就是照片呢 我以为 啊 好漂亮的照片呀 拍的那种感觉朦胧 就是令人很想看这个姑娘的正面是怎样的 勾起了我 非常大的好奇心 我觉得这个这个 但不说他是油画 我根本不知道他油画 就单纯从这个image 就图像的角度上 我觉得很棒啊 嗯 还带了一点消速的感觉 因为都是灰背景吗 嗯 有那么点暗示死亡还是什么的感觉啊 我们不去多过多的解读他 嗯 但是蛮有趣的 嗯 后来我才发现 呦 这李希特呀 嗯 我当时又在美术馆工作啊 我可能一个有问过人 还是自己搜 发现李希特是少数 有自己官网 而且官网有多种语言 其中语言中包括中文的 对 西洋艺术家 我说牛了逼了 我第一次上他的网 上网搜他的时候 也是发现 嗯 那时候那会儿就是艺术家 有自己网站还是很少的 嗯 就是特别牛逼艺术家 也都很少有自己的 嗯 嗯 能有个有个什么wikipedia 什么那种 应该算很很好了 对的 一般都是画廊 给你做个艺术家页面 对吧 页面就你属于哪家 就是呃 代理哪家代理画廊 他会给你有一个页面 对啊 嗯 李奇特那很全 我操 对 他规档感很重 嗯 很厉害 对 所以我就知道这人了 嗯 知道这人了 然后后来知道那个 烛光的那个画面 嗯 也 也看到了 Sonic Youth的这个封面啊 之类的 就大概有这么多了解 没有去细了解他 但是对我的印象就是 哎 画照片 嗯 大概就是 他的那个暧昧的影像 你就在陌生的暧昧的 那个制作影像的方式 我其实因为没看过原作 我不太把它 真的当绘画看啊 没有那么完整的 当绘画来对待 嗯 我觉得他特别折中 这种做法 嗯 蛮聪明的 嗯 说得好 我觉得就是我看李奇特 也是一样 我觉得他最 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蛮折中的 嗯 就是他整个作品 就透露出那种气息 嗯 特别是他那个当时的 那个环境下 是大家都在 热血沸腾 搞 搞创新的时候 嗯 嗯 他这 就选择了一个 呃 既保留原先的 这个 传统绘画的方式 又在想在中间 找一些新的东西 嗯 啊 就找一个折中点 嗯 不过算是给他找着了 算是给他找着了 嗯 这点还是蛮厉害 嗯 可是不是他近期 才拍卖上比较火的 还是他其实比较早 就已经拍卖火的 比较早 应该就蛮火的 只近期是越来越火 哦 我是近期才 才觉得李奇特是 他也年纪大了 到了他创作的尾身 哦 开始就给 准备盖棺定论了 对了 嗯 反正我觉得他 最近才知道 他觉得他是个拍卖场的明星 嗯 对 对 但之前 对 之前其实我觉得李奇特 还算是这些艺术明星里面 不太喜欢曝光的一个人 嗯 所以他的效益不算多 就相比别的那些明星艺术家来说 倒是 对吧 嗯 当然他这种大型展 还是持续有在做了 他自己个 可能自己个人也不是特别喜欢 太多去曝光的一个人吧 嗯 大概是 哎 说个八卦 就电影里那个画 嗯 非常李奇特 哪个 就是五主之作里面的画面 非常李奇特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那这个请了一个李奇特工作室的 前助手给画的 好吧 能不像吗 你你对明明提的这方面 有有什么想跟他回应的吗 关于 这个艺术形态创作啊 嗯 现实主义创作啊 和到后面的 是表现主义 还是机浪派啊 之类的 就是这个过度 这些东西 你有什么想介绍 前面说这些什么 什么什么 意识形态的这个主题创作 到后面这个 我觉得这段 基本上我们上期节目 已经 我们都讲完了 讲完了 对 就没什么好普通的 我可以做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是这样的 你可以把它当作 陈丹青老师来理解 就是他一开始 是在改革开放前 他是画主题创作的 后来改革开放了 这个过程特别像 特别像 他开始做这个现代艺术了 所以现代艺术就自由了 你爱画啥画啥 你自己想你画什么东西 其实大概就是这个过程 对 我再从政治的角度 打个比喻好了 你就假想 他是一个韩国艺术家 你假想 你假想他是一个朝鲜艺术家 但是他逃北了 他逃到韩国去了 大家能理解吗 他在朝鲜可能是画三大领袖 金家的领袖 画那些主题创作 后来不满 劳动人民 后来不满意 逃到了大韩命国 创作跟韩国青年们 一边听K-POP 一边看各种当代艺术 想自己画点啥好呢 李宥幻 李宥幻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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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从二战说也不远 也不远 也不是多远 60年代 从40年代到60年代 是吧 也不是特别 而且这段我觉得还挺清晰的 就是资料什么 看看就很容易 基本上你就大概能有个了解 包括国内的这个 所谓这个艺术创作这一块 从主题创作到 到这个改革开放 开始搞现代主义 然后就到当代的这一块 其实也都资料挺多的 但上网都可以查到 对 然后我们就还是说回来李希特吧 李希特我觉得他 就刚才前面说了一点 就是他是一个蛮折衷的一个人 而且他 我觉得他运气也蛮好的 所以他很顺利的 我觉得虽然说这个电影 描绘得有点夸张 有点过于顺利 但是他在艺术家里面 我觉得在找自己的方向的这一块 还是相对比较顺利的一个作者 而且也是 也算有一定机遇吧 因为真的在那个 他创作的那个 在读大学那会儿的时间 这个 架唱绘画其实在往下走的 那会儿都是新兴的一些 不同媒介的一些新的艺术 在涌现出来 那是什么年代 60年代这样子吧 已经到60年代了 因为你想他 其实是50年代 但是在德里斯顿读的美术学院 我懂 但是其实是因为完全是环境关系 其实西德已经开始玩起来了 对不对 西德已经玩起来 但是他那会儿他在东德 他没得玩 没这个机会 他都看不到 因为就像那个电影里有描绘 就是一开场 不是在德里斯顿有个什么展吗 现代艺术展 那展的都是90 不是20世纪初的一些 基本都是德国的 当时的表现主义的一些 挺有名的艺术家的作品 全是一些当负面例子来展的 他是当负面 他当时德国纳粹政府 把所有的现代艺术 都当垃圾是吧 都叫做颓废艺术 看以后会让民族堕落的 会影响基因 影响基因 不能看 所以他前面说画这些画人 要么就是眼睛坏了 要不就是有预谋的 对 所以他当时在那个 叫德里斯顿的美术学院 其实是接触不到这些东西 甚至是到了后期 他那个叫什么 二战之后 变成了就是东德了 变东德政权之后 刚刚从纳粹转到 东德政权的那会儿 是有一个奸隙 因为换政权了 所以有一段对文化的一个 开放期 对 所以当时那段时间 他也疯狂看了很多书 不仅仅是艺术方面 也看了很多文学的 看那个介绍感觉 他妈妈应该算是 知识分子家庭 他妈妈家家是书商 自己弹钢琴的 难怪 所以电影里面 姨妈弹钢琴 其实是 她妈妈是爱弹钢琴 全给揉一起 全是各种错位 然后揉一起 对 所以他就是 那个短小的空息期 他吸收了一点东西 结果很快 互lel正权进来 把他又风所封锁了 就是你 你那什么现代艺术 都是属于这种资产阶级产物 对吧 不能要 就所有都禁 除了毕加索不禁 毕加索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 对 特别有意思 侥幸 所以他也就能看看毕加索 是这个样子 这个很歪曲的 包括他学校里 让他画一些叫做主题的壁画 他也是真实有发生的 他也去学画 而且他不光是给学校 他还给当时的德国的东德的政府 画过一些公共机构的一些大型的壁画创作 也是那种劳动人民 就主题创作 陈登青老师画的那个倍数也撒了 风收田之类的 他当时画了一幅还挺有名的 叫生命之喜悦 是在哪个什么东德的 大概也是国会之类的那种大楼里面画的 所以其实他那段时间 在东德 在美术圈 已经开始有些名气了 OK 真的跟陈老师有点像 对啊 而且他已经能靠这个挣钱了 是吗 他这些壁画 就委托了创作 都是给钱的 都挡给钱的 他的那个 当时在德雷斯顿的那个 教授也是 的确是蛮关照他的 他那个电影中不是有一幕是 他去了西德以后给教授写信吗 这也是真实发现 OK 他去了西德之后 是的确是给教授写了信 感谢他 因为他所有在东德的时候的这些 艺术上的事业上的一些成果 都是靠这个教授给他很多提拔 很想吗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嘛 这个关系还是很重要的嘛 在他这个主题创作越来越 有成就的时候 他反而会反思自己 他到底想画什么了 再加上他中途又去过西德几回 看了一些西德 我搞人家搞人家这 我搞那啥呀 他就开始甚至对自己的这个 思考方式都产生怀疑了 所以就让有一个奇迹 就是他有一年去了 看了卡塞尔第二届的卡塞尔文献展 看到了当时一些比较新的 欧美的一些 像什么风塔纳波洛克这些作品 就被震到了 就深深的产生了质疑 对他自己做的壁画 深深产生了质疑 然后就让他决定要去西德 还没去西德 在卡塞尔长了个箭矢 是开了个眼 对其实啊 其实那个叫什么 要不是因为这个意识形态啊 其实那个德雷斯顿 本身这个城市还是蛮好的 我在影片里看着还蛮漂亮的 真的蛮漂亮的 我去过了两三回 因为当时有同学 就是有当时一起读语语言的同学 语言班结束 不是各自考学吗 然后有同学正好在德雷斯顿 然后就去玩过几回 而且离柏林境嘛 有中途就会去柏林之前 先到德雷斯顿绕一下 德雷斯顿真的城市还是蛮美的 就他们建筑 很多是巴洛克时期的建筑 非常漂亮 然后整个环境也很好 蛮古典美的 算是东德 我觉得算东德最美的城市了 因为德国有两条很主要的河流嘛 一清河嘛 一个是大家熟悉的莱茵河 其实它叫易北河 一个在南一个在北 对易北河 其实那个德雷斯顿就在易北河畔 所以它的风景也很好 再加上它有一些建筑 因为二战时候被盟军轰炸过嘛 就是不是电影里有一幕 那个火光四起 对 被轰炸过 所以有很多建筑 就是不能算废墟 但是有些建筑就有残缺 有残缺 没有修复吗 没有做修复 有一些没有修复 有一些没修复 然后有一些修复了 然后墙上有一些那种烟熏黑的 它保留了 保留下来 你现在想看那个建筑 一个那么老的一个建筑 加上这个战争的一些色彩 给渲染在上面 就觉得还是看那些建筑 我觉得那些建筑本身就是挺好的艺术品 它是给你一些感触的 所以德雷斯顿还是不错的 那我要投的 又有一个点投诉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的调色 整个调色 它不太真实 它那个调色 故意调的莫名其妙的浪漫的 有一点 它是为了配合李奇特的作品吗 有点 我觉得有点朦胧的感觉 对它故意 我觉得不必要 你觉得呢 我是觉得这种调色不太必要 打扰人 把它那个真实感又削弱了一些 而且我觉得整体色调 有点暖了 对 我其实觉得德国的整个感觉是比较冷的 我就想说的这个 其实欧洲的城市有它自己的颜色 其实很好看的 你干嘛调的那么 做作呢 行吧 就这样吧 多一个投诉点 然后他就是因为对自己的这个创作 包括自己的这个思考方式 就开始有深深怀疑 他就决定就去那个西德了 然后去西德 去了也去了 也成功了 反正电影的一部表现 这个应该没错 这个没错 当然具体的那个怎么走的细节 那就不去深究它了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研究的 对对对 对那个时候反正就是东西德 就是来去 我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感觉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在他那个表现好像没有那么难 对包括因为我了解他 李奇特之前就是 判所谓判逃到西德 之前他其实也去过几回西德 包括也有一些 可能是一些交流啊什么的 所以可能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难 我觉得 就生活有很多细节都没展现出来 所以不知道他这事难不难 所以他也算描述了一下那个阶段 就是整个流程显得波澜不惊 对 也没有显 没有表现出两个体制下的那种 到底具体的规范差异在哪里 对对 包括他们从那个东柏林到西柏林下的车 那个就是想要迎到那种紧张感 但是我看着一点 完全没有代入感 对 就一点都不紧张 就感觉好像是朋友就不能载车 开车载着他们去那个地铁站 就感觉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告别 对 然后两人上去以后就 就下了车就到西德了 试图展现出这个历史性的跨越 历史性的告别 但又没有那么 没那个历史感没出来 没出来 对 对然后反正他们俩到了那个西德之后就 嗯 我觉得对于李希特整个的创作肯定是个巨大的转变 那肯定啊 他等于是完全抛弃了原先的这个主题创作东西了 嗯 对然后开始 他求之不得嘛 对啊 嗯 所以他从等于重新开始嘛 嗯 所以他那时候本来是在在那个东德已经念完大学了 嗯 他等于到了西德又得重新再上 嗯 所以可讲而知他其实 跟他的同龄或者说他的同学来说 他可能其实算已经算比较晚起步了 嗯 嗯 然后他当时里面电影里有个细节是 他去了一个可能是朋友的画家的家里 然后那个画家建议他说是在杜萨尔多夫 嗯 让他上上学 对 还有其他另外还有几个地方是吧 本来对 他本来说要那个李希特本来就电影里面的角色 本来说要去慕尼黑 嗯 然后那个他那朋友说慕尼黑还不错 然后汉堡也还不错 但是最好是在杜萨尔多夫 哎 呃 就是这个杜萨尔多夫吧 就是我觉得 不是 嗯 电影里说的时候你不要去杜萨尔多夫 啊 是吗 嗯 他说杜萨尔多夫的人都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好像是这意思 是这样说的 好像是 哦 我弄记反了 那我可能我也糊涂了 你也看糊涂了 不是 因为因为真实情况是 是他朋友建议他在杜萨尔多夫 哦 请吧 就这样吧 嗯 对 因为杜萨尔多夫毕竟当时是一个 整 算是整个欧洲现当代 现当代艺术最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吧 嗯 嗯 你想那个 就像电影提到这个 伯威斯啊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艺术家 都是集中在那一片 嗯 就是以杜萨尔多夫和科隆为核心 那边是一个像个艺术区一样的 OK 嗯 所以当时杜萨尔多夫艺术学院的 在业内的地位还是蛮高的 嗯 因为非常活跃 不只是因为波威斯那段时间在 就其实杜萨尔多夫艺术学院 他已经是有一个 比较延续的一个呃 持续有一些特别好的艺术家 然后留下来当老师 当教授学生 然后这些学生中间有一些 成为比较成功的艺术家 也回到学校再进行教学 嗯 对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系 嗯 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觉得杜萨尔多夫艺术院的 整整个的这个 嗯 当然最近我不知道 但是我至少我在那时候 我觉得杜萨尔多夫艺术学院 在德国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艺术的一个 现场吧 嗯 嗯 对就包括 你看我们能够想到的像 像波威斯 就是在那上学以后留下 回来教书 然后他的学生 嗯 比如像那个 新表现主义的那几位大师们 什么英文多夫啊什么 都是他的学生 然后都成为成功的艺术家之后 也都回来当老师 嗯 甚至是我们现在 今天说了这个李希特 也是在那学完之后 呃 后来又回去 当老师 OK 嗯 对 所以整个那个杜萨尔多夫艺术学院 其实对于整个 德国战后的艺术的复兴 是有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 哦 一个学校 我们插首歌吧 刚刚好是 因为我们正好说到这个杜萨尔多夫 我们插一首歌 这个歌 呃 这支乐队是来自德国的一支乐队 叫La Dusserdorf 嗯 就是以杜萨尔多夫为名字起名的一个乐队 哦 这支乐队的来历是 是这个德国非常知名的一个酸菜摇滚乐 对叫诺 他们的解散之后的这个主唱 主创人员叫Klaus Dinger 单独又组了这样一个团 这个团特别 呃 其实是有点脱离之前那个德国酸菜摇滚那种味了 哦 是相对轻飘一些的那种感觉 OK 我们等会我们可以来听听看 而且呃 当时欧洲的一些音乐人都还蛮喜欢制乐团 比如像Brain Eno 嗯 David Bowie 哦 他还非常感兴趣 呦 那听听听听 来我们听一下 嗯 这首 就说 对 Sharfer Wind Tourist Lassa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说到杜塞尔多夫就来了一首杜塞尔多夫 你刚才说李希特到杜塞尔多夫 但我真的不是很好奇呢 所以我说你要不要讲点炮菜摇滚 还是你把李希特讲完 讲完呗 刚才这首歌挺好听的 就还真的让我想起了一些宝爷的一些歌的 就一些时期的一些歌的风格 他轻松的那种摇滚风 挺怎么说一个轻松的范儿挺好的 蛮灰洒的不紧张 那个摇滚的感觉 但又不像地下丝绒的那种音乐 有种酷 有种单调甚至不和谐感 他轻松有没有那么多不和谐 挺好听的 是所谓炮菜摇滚就这个风格吗 也不是 他们这个是应该是有 开始有些偏离炮菜摇滚了 也偏离炮菜摇滚了 但是我觉得到时候我们听听别的 那个报道观 其实就是那个大感觉上是差不多的 大感觉差不多 对 你会发现他有一点点像 就他取势的这种方式 他就不是那种大起大落的 不是很大起大落 对 所以就包括像之后像那个电 那个叫什么发电厂那种 就是一直是这种铺成这种感觉 持续推进的这种感觉 就是都还蛮像的 我觉得 其实炮菜摇滚还不太这样 是吧 因为我没怎么听过 但是也是有这个感 大感觉是有这样的 大感觉有的 当然可能是会多一些 别的一些所谓的摇滚元素 对 他这个就轻松的多 是不是就感觉 蛮好听的 蛮好听的 蛮好听 那怎么继续讲李希特了 就把这个 这个刚才说的这几个 稍微 稍微聊一聊呗 就是明明同学提出来的 这些 我本来以为明明同学是对这个电影的 谁的电影好奇 你本来以为 所以当时我们 人家明明还是想听点干货 好吧 但是怎么说 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现象 在我们这里想看到是不是比较难 蛮难的 对 我有一个观点 就是能看到东西还是看东西 对 这个东西就所谓要 陈老师说雄变 他再观念 他得先看到东西拿下你 他才是好东西 背后那些观念是用来讲故事的 你听着合逻辑 他自洽 他就成立 你听着不合逻辑 你就不理他 都没关系 都没关系 对 就有时候真的是要到现场看到那作品 才有感觉 就像你说的你看到 一开始看李希特的画 看到是影图像 你就是当做一个蛮好看的图像 在阅读它 我啥时候跟你说的 是刚刚节目你不是说吗 你看你朋友 那个MSN头像 那个照片 对 所以我还想问你 你不是看过李希特大展吗 你在日本看了 对 你当时有没有看到这种 照片绘画 他所谓的照片绘画 有 但是那个展并不太多 不太多 并不太多 是这样的 就是我其实最早看到李希特的 那个也是从 我是从画册上看到的 最早看到画册上 因为也是那种综合性的画册 可能也就零星有那么一两幅 你刚开始看的感觉跟你差不多 就觉得 就是挺不错 一照片的感觉 就是影像本身 它可能包含了一些信息在里面 可能还是需要你去解释的一些东西 因为你光看画册那么小一块 你看不到它的绘画上的东西 对 是看不出来的 然后后来是去德国 在展上也是零星看过一些 但是因为那种展览 可能有点类似像展会一样性质的 所以东西很多 也会有很多干扰 所以你也没办法说 那个作品能马上给你一些 比较直接的感受 对 然后后来是到了 共鸣 没有现场没达到一些共鸣 没有特别大的共鸣 然后是到了05年 我那是第一次去 然后任桥赶上 他在那个金泽的21世纪美术馆 有一个算蛮大型的展览 然后是 而且我那次是不知道他有那个展 因为那时候网络也不发达 这种什么展讯也没有像现在这样 等于撞上了 撞上了 然后你看 我靠李希特展 所以运气不错 然后就去看了 然后去看了以后 当时跟我太太还有一个 我太太一朋友 她也是艺术学院的学生 然后就一起去看了 看了以后到线上 那个展还是 当我第一次觉得 对李希特的作品 在线上看到 还是有很大的震撼的 对 当然那个展的话 就像我刚才说 它不太多 照片后下东西也有 不是很多 那个展主要是 它的抽象的东西比较多 以及它有一个时期 做了很多的玻璃的作品 玻璃的和装置的作品 其实是印刷品是吧 在玻璃上的印刷品 好像就是 就是图的全是 就是在玻璃上图的单色 比如说黑的 在玻璃背面 什么图的黑 然后把几块玻璃 罗列出来 但是那个现场效果 还真的是不错的 那是大屏色 是印的 还是自己图的 不太记得了 可能我感觉 我印象里应该是蛮平的 感觉应该是 撕印什么 印上去的之类的 它是一些装置了 就非绘画了 不是绘画一样东西了 对 而且其实它做装置不多的 它就是这个玻璃系列 玻璃系列 它是有做一些这种装置的东西 它其他大部分都是 作品都是以绘画为主 对 而且它这个玻璃的这个系列 其实也是想尝试说 既有它原来的这个极简主义 就吸收基简主义绘画的一些 抽象画的一些东西 在另外为什么选玻璃 是因为对于这个杜上 杜上不是有大玻璃的做系列吗 它这样也有一个 类似于借鉴一样的一个方式 对 能够在自己的这个创作作品中 能有一些新的突破吧 然后这个系列 其实也是蛮晚开始的 但是是也持续有在做 而近几年好像不太看它做了 对 所以它的其实创作 大部分在70年代 就已经是 成型了 都成型了 就是你看看它作品风格很多 就是有 其实主要就是具象和抽象 具象就是画照片 有我们可以简单归纳 就是黑白的照片和彩色的照片 是的 就是这种模糊的照片的 这个写实的作品 然后另外就是抽象的 抽象就多一些 各种各样的 就最早它是做色卡 我们上次是在路易威登 北京路易威登 有看到对吧 那个色卡 然后就是还有彩条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比较偏 就是抽象表现的那种 那种很多颜色抹的 就是那个纪录片 纯涂抹的那种 纯涂抹的 对 然后中间它还有一些抽象的尝试 就是有一些浑色的 它其实那些都是 所有的这些 其实都是对于抽象绘画的一些 创作方式的尝试 这个是它最大一块的 就其实它到了 在七十年代 这些创作的方式 它都已经有尝试了 只是说可能在这个 自己创作的重心上 可能早期还是更偏具象绘画 然后到了后面 就是更多的会放在抽象上 它到了那个西德以后 它的自己的创作就是 因为虽然看到了很多 当时很新的一些东西 但是它还是丢不掉它的 一是它觉得自己 不适合做那些东西 它自己擅长的不是那个东西 因为它毕竟是在原先 东德的美术学院的系统下 也是其实跟我们国内非常像 就是接受传统的这些美术教育 然后到了西德看到那些东西 它觉得它原先的那些东西 还更擅长 所以它还是选择了一个架上 所以当时有个很好玩的 以前在东德它不是做 叫社会写实主义吗 社会写实 它后来到了西德以后 跟它周围那几个朋友一起 又自己起个名字 叫资本主义写实 这个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搞了一段时间 对 然后所以这个写实绘画 它其实一直是从开始到现在 一直是持续的 只是中间有些时候 可能多一些也少一些 对 然后到了抽象这块的话 它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是说 具象的绘画可能在某些方面 还是对它的创作会有一些局限性 那么它希望就是在保持原先的 具象绘画的同时也能尝试做一些抽象东西 最早它尝试的是那个色卡 而那个色卡怎么开始这个创作呢 其实主要是受到了他自己身边朋友的影响 他当时有几个同学玩得比较好的 一个有一个艺术家叫帕拉默 帕拉默它是作品 就是那个几何形状的一个抽象花 当时也是颜色非常鲜艳 其实真的你要看这个作者的作品的话 的确跟他里希特的这个色卡画 是有很多接近的地方 相似之处 而里希特可能就更多的加入了一些排列 这些方式 对 这是一个就是他受到自己周边朋友影响 我觉得很多创作者都是会有的这种情况 就是一是受到整个潮流的一个影响 那么二是会受到一些周围的 更近的人 对更近的人的影响 然后在吸收了他朋友的影响之后 同时又他又开始慢慢吸收这个极简主义的东西 然后就开始形成他这个所谓的色卡画和他后面那个色条 对就大概是这样 然后说到这个他后来的这些涂抹的这个抽象画 那个多多少肯定是会受到一些抽象表现主义的一些影响 以及当时法国是有一个叫非形式主义绘画 那个是一段时间 就是大概六十年代 我们那段时间 正好也是在欧洲有一点活起来的感觉 所以就是有一些比较活跃 所以就他也是会受到那个的一些影响 就是各种 反正所有的这些都是受一个周边这个时代和这个身边的环境的影响 多少会对他的创作会有些一些影射到他的一些创作上 我看完 其实我看完那个他的纪录片 我其实草草看完那个纪录片 我突然想到的是什么 Wolfgang 提尔曼斯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起提尔曼斯 就是大家都开始走这个抽象风 但我诚实的说 我这方面我比较狭隘 我挺讨厌这种抽象风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尤其摄影走这个抽象风 我觉得好无聊 提尔曼斯就从很好的即时摄影 那种欧洲私摄影 青年私摄影 就变成了抽象摄影 然后那天我们在纽约 不是去那个什么卓纳 看他的个展吗 那个规模也不小 不小 有个小房间里 那个提尔曼斯有一个 他在朗读自己的 不知道是文字 还是他记性在读一些东西 在讲一些数码时代的道理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就很幼稚 就是你照相就照相 你不要加那么多无谓的 对我来说是很无谓的思考 在讲这个数字化以后 这是很多唯一性消失 还是什么 就是给我的一种感觉 就是文科生不懂理科的这个基本逻辑 但做一些浪漫的想象或者批判 他没有抓住这个事物的根本的逻辑 这时候 他做这些发想 就是纯感情的东西 你要说真是德式的这种哲学思考吗 我觉得根本谈不上 因为他没有达到所谓真相 他连足够的事实都没有采集够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根据一些自己的感受 或者现象在做一些发散 就没什么意思 然后从照片上 就怎么说那种抽象的照片 就他不表 就不太表意了之后 我不知道 我觉得就我个人对他就无法赞赏吧 当然或者说大一点 是不是咱们从美术史的角度 或者艺术史的角度 说这个摄影走到尽头了 就开始往美术靠了 那个不好说 但是就是他俩 我是他俩给我一个感觉会在一起了 这俩德国人 的确是 就是都有具象的作品 有抽象的东西 因为都是拍场上的明星 其实都是明星艺术家 对 所以陈泰英老师说挺好的 就是他跟王爷说 就是有些作品 你觉得没法看 没法沟通 你就忘了他 不用想 对 没必要 所以我现在就我还挺想 真的看看李希特的照片画的 这个我是 就是原作 好奇心还是挺强的 找机会去看一把 不知道 这我印象也有点模糊了 因为你想05年看的 而且看的也不多 也十来年了 对 但是当时看觉得还是 就是他那东西 虽然你远看是 远看是那个照片的感觉 但你近看他还是有绘画东西在 那肯定啊 那是真画出来了 再稍微随便说 就是李希特除了他的一个照片绘画 他的唯一性 他找到了 就市场上没有其他人这么玩的 大家都躲了 他这个唯一性有了 那他这个方格子画啊 就是色卡 这种排列色块 还有他的那个涂抹 这两方面有有所谓唯一性吗 抽 抽表是 其实这东西没什么唯一性 没什么唯一性 但是怎么说呢 所以我就说这个人很折衷 很聪明 就是找那么一个点 就是那么一个小点 跟人家有一点不一样 他就他东西 而且他东西就跳出来了 这是他蛮厉害的地方 但总的来说 他那个做出来的那个成品啊 那个感觉 因为那个我也看过现场 的确是还蛮有趣的 就是他因为通过这样 比较特别的方式进行绘画以后 他颜料的产生的混合和一些基底啊 就是蛮特别的 就可能是你人为用笔画去 可能就达不到的 画不出来 无论是泼洒 还是直接用画笔抹 可能抹出来就不是那个感觉 对 你这么一说 就中了那个陈丹青之前说的话 就是这个现代绘画 是给画画的人看的 你这个欣赏方式 就中了他的说法了 因为不画画 你不知道什么是笔刷画得出来的 什么是刮子刮出来的 对吧 你说赫斯特不已 我玩颜色吗 它是圆点点 就各找各的巧 有点 对 这一点上真的有点 王安玉老师 他就容易把人搞懵了 这是真的有点逗巧了 在这个领域上来说 可能丰富一些的作家 都在逗巧的时候 他就占便宜 因为你有其他的作品来给你的这个人性的部分来背书 对吧 对 你要这个传话点点的 你不容易 所以你看赫斯特也是 他也有具象的东西 有的 他也做一些雕塑 关于人 那些很刺激的东西 加上会画他有一些具象的东西 你要像丁一老师画一辈子叉叉 你估计就慢一点了 也是 那我们就结尾结在哪呢 结尾就结在 这个电影不是很好 但是你对李希特赶点兴趣的话 你又不嫌太长 可以看看 但是就是这个李希特的故事别当真 别当真 对 你真的对李希特感兴趣 你其实看一些他本人的生平资料访谈 可能更接近一个真实的李希特的生活 推荐大家看他的官网 官网 非常详细 非常详细 各种史料 还有影像 包括他零几年 在北京的那个中国美术馆 也有他的一个回顾展 那个也有视频 也有视频 在他的网站上 对 在李希的官网 所以里面资料挺多的 就是那个官网已经可以对这位艺术家 有一个比较大致的一个了解了 对 还挺好的 但真正要对他的作品做判断呢 咱们还是看缘分 看到原作再说吧 必须 我这个是没看过的 所以我其实都是瞎说的 但是 但你好歹我们算是看过那个色卡画了 色卡算看了看 因为我当时不太确定 那个色卡是复制品还是原作 其实我有点不太清楚 但是最好还是能看一下他的那个照片绘画 对 就是他赖以成名的这个系列 这几年 反正每年都还是会有些 在全世界各地会有些陆续作业回顾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轮回国内来 因为上次在北京 是不是下次就会到上海 各大民馆 你们就是不是也考虑一下 应该会成为一种网红展 挺好的 好 那我们就到这 最后 给来首歌 来首歌 我们前面放了一些比较老的歌 我们放一首稍微相对新一点的歌 跟李老师有关系吗 不太有关系 跟德国有关系 是吧 是怎样的 来自德国的一支英地利乐队 叫VS In The Hidden 就是我们是英雄 这是乐团的一首歌 叫Dank Ma 就是纪念碑 这首歌是他们 04年的一张 非常知名的 在德国达到80万销量的一张唱片 当时也是属于 在德国属于现象级的一张专辑 里面的这首歌 Dank Ma 行 那我们就来听下这首歌 好嘞 好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我们下回见 拜拜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